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里是PC online 我是不太著名的杨竹岩 在上一周的时候 我已经对天猫精灵魔言辉 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评测 然后同时我手里面还有 之前买的一个小米AI智能音箱 就是小米小爱同学mini 然后两者之间都是主导的一个性价别 也同样是一个mini形态 产品定位也相同 那这次我们来就做一个深度的一个对比 看看同样是爆款的两款mini型的智能音箱 天猫精灵魔言辉和小爱同学mini 究竟谁会更好一点 或者说谁的性价比更高一点 因为两款产品的一个外观 以及它一个设计不一样 其实在它的整个一个表现 比如说音质啊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APP使用 比如说还有一些独特的功能 可能会有一个差别 我这个视频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究竟它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现在的小爱同学mini的价格是169元 而天猫精灵的一个价格 现在的优惠价只有89元 还是天猫精灵加智能灯泡加智能插座的一个组合 性价比上我觉得天猫精灵这个组合已经远远胜过了小爱同学mini 而天猫精灵也已经覆盖了300多个品牌的支持 品类已经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已经和215个IoT平台进行了连接 可支持的设备也超过了1000多个 而小爱同学只能支持自家的一个 离家家电产品的一个连接 一个是开放式的生态 一个是封闭式的生态 那你们要选择的时候 其实已经要想好自己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天猫精灵放套模型灰这个特别的配色 充满了魔幻的风格 而小爱mini音箱则是纯白的一个颜色配色 小爱音箱mini的底部发声设计 让外观显得简洁一体 但是底部发声有很大的一个弊病 声音向下放射再发散出来 其实会变暗 天猫精灵采用了前世发声 而且获得了DTS国际认证 整个听感会比较明亮饱满自然 不愿然是与非 怎料是与延违 心中的花枯萎 时光它却不悔 但愿喜去浮华 但去一生真灰 在雨滴里护尽着花 小爱同学 明天天气怎么样 广州明天震雨转多云 记得带伞 17度到27度 北风四级 空气质量哟 天猫精灵 咋啦 明天天天气怎么样 明天罗港区震雨转多云 17度到27度 出门记得带把伞 临了雨我会心疼的 顺带提一句 今天是杨历2018年10月31号 小爱同学 哦 帮我找一下我的手机 对不起 您尚未开启查找手机服务 请在小米手机设置的云服务中 开启该服务 天猫精灵 你说 帮我找手机 杨小妍 是要找尾号为2099的手机吗 是 好的 正在搜寻您的手机 小爱同学 我在 帮我点分外卖 哎呀 小爱没听懂 请你再说一遍吧 天猫精灵 咋啦 帮我点分外卖 好的 为您找到大家都觉得 不错的酸辣鸡杂 来自南乡物桶饭店铺 优惠后价格16元 要来一份试试吗 小爱同学 帮我手机充花费 哎呀 小爱没听懂 请你再说一遍吧 天猫精灵 哈喽 帮手机充10块钱花费 好的 我要号码183 通知10元花费 现在开始支付 好吗 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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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